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Rail Shooter 港鐵公司於2022年3月4日決定大幅減班 基本上大部分時間不少路線都是以非繁忙時間運作 其中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冬鐵線調整後的繁忙時間班次是6至7分鐘一班 相信每天都搭冬鐵的你繁忙時間都只是會見到7分鐘一班 那為什麼新聞稿會上這一個時間? 當中的原因應該是早早和傍晚繁忙時間分別加開非表定班次 以上星期觀察 在傍晚大概6點半 就會有一班列車由旺角東站開出前往上水站 就好像這條短片入邊這樣 basketball這樣的工作 馬途中的地方是然間平衡 好像早上的谷角? 好像更差之後 發現因為沒有東西 在afariz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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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